自從醫學期刊《柳月刀》刊等 兩名在武漢的一線醫護人員 向國際球員的呼籲信 遭到中共當局撤下後 週四下午 洛杉磯的視覺藝術家協會 來到中林館前請願 要求中國政府向全世界公布新冠肺炎疫情真相 防止更多民眾受害 請願活動現場 有近20人在信件上簽名 對一線醫護人員的勇氣表示支持 主辦的視覺藝術家協會會長劉雅雅表示 信件也是為了呼籲中國政府 據時公開武漢疫情真相 維護全世界民眾的健康安全 已經不是武漢的事情了 是全世界應該關注的事情 我相信他現在做的事是真正經經 是為人類的 為武漢的人文的 中國的政府的掌聲對我們好重要 也對全世界好重要 民運人士鄭存柱表示 希望兩位在《柳葉刀》雜誌 發表武漢疫情現況的醫生 向全世界公開真相 以便更迅速有效地掌握疫情 我們希望這兩位醫生能夠公開地 能夠召開一個記者招待會 把他們所了解的真相能夠講出來 讓中外的媒體都能夠採訪他們 這樣的話才能夠讓政府 讓全世界了解這個病情的這種真實的狀況 才能夠有的方式地 能夠盡早地採取必要的措施 能夠控制病情 只是可惜中國現在還是採取這種高壓的 沒有言論自由的這種方式 那麼當然他們目的是為了社會的穩定 是為了復工 但是這種做法的話呢 不利於對這個疫情的這種控制 情願活動現場也有前醫務人員出席 呼籲保障醫生的言論自由 如果中國沒有言論自由 那我們這個民族很悲哀 言論自由可能是對 可能是錯 但正確與錯誤都是決定 決定在自己的判斷中 而不是你指派的 這個是對的 這個是錯的 我覺得所有的人都應該充分發揮他的言論 但是在政權強加下 有些話能說 有些話不能說 我覺得這是一種不自信的表現 為什麼會沒有自信 有問題 新唐人記者楊陽 洛杉磯採訪報導 是在日常中 佛杉磯採訪